现在天气凉快了 好多花友心心念念的 赶紧 去跑给我弄点开花的 这么给大家整来了 春天的时候卖的比较火 夏天的时候就没卖 夏天的时候发货 这种容易蔫啊 很多花友说到状态不好 就老说我 这个就是非洲凤仙了 也是崇拜凤仙 开花非常的好看 也是琴花的 像草花呀 包括郁金香 鲜可莱这些个 夏季高温的时候 表现的状态都不等我 哇塞 所以说你们要去考虑 遮阴啊 避暑啊 但秋天不一样 秋天你可以继续再去养护了 这个东西呢 喜欢光照 好多话说 哪一我这个总是拈 拈的时候就缺水 你甭看盆处里边 你只要拈 说明就缺水了 浇透 盆子啊 一定不要让它积水 哦根 这个能明白吗 就浇了水能露出去 盆处透气一些 这个完全OK的 光照给足 肥料的话 大家选择通用型的 如果说你那个花包特别的多 再加一点磷酸液性价 完全够了 什么肥料花的糊液 给你整那些都虚的 对于这个花盆啊 排水透气 盆土呢 也是排水透气 松软一些 老花一通用配方土啊 作为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当然了 也可以用松针 椰康泥炭都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用松针土动的 像这种情况呢 根系就长满了 回家一定要换盆了 不然的话 时间长了 就浆苗 要不就掉叶子了 好多话说 我这个怎么瘦了 该换盆了 臭宝 好吧 最低气味 只要不低于5度 它都可以顺利过冬 喜欢光照 还爱开花 颜色也很多 需要的臭宝 也可以抓紧下单了 现在都带着花包发货 所见呢 集所得 29块9 给大家发三盆 三个不同颜色 价格也不贵 同款来 下方咬黄之 我是老花一 咬黄最转一 好了